滿地可方面大家也知道 一宗案件仍然調查當中 有一個新進展 林俊這宗案件 在滿地可發現一些鞋骨 在安基隆公園 這個公園警方提供資料 發現疑似人骨的一些物件出現 星期日的傍晚時間 掌握到線索 去到安基隆公園 進行一大搜查 結果鑑證人員說 要深入化驗才確定 能夠是否人體的鞋骨 安基隆公園 是在滿地可的西南面 據說這個公園 就是臨進肢解案的移空 馬教諾答居住的住所 南面的數公里之外 鑑證工作要幾天 才會繼續完成這件事 然後才確認到究竟 是否跟華裔學生 臨進肢解案有沒有關係 而加拿大廣播公司 亦都在安基隆公園 現場報道 警方召喚了很多重案組的人員 到場去查案 希望看看這件事 有沒有幫助到 肢解案的案件 因為仍然有很多疑點出現 希望能夠幫助到 如果發現更多的鞋骨 當然是對這件案件有幫助 暫時來說 那個腦骨人頭 還未找得回 所以這件事 當作很大忙 不是回應當作一件事 是一件事 所以我們會保持 更明顯 就是我們